現在才知道 早就再見你們 您好 今天怎麼好拍手的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是覺得 不要拍手 其實是想多累 對啊 但是因為我們為了 歡迎節目的開始 還是要拍照 但是今天我們到底要講什麼傷心事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台灣已經變成一個 以前剛才說 姊妹妹 你吃飽嗎 對 現在都不是 姊妹妹 你今天有吃豆瓣嗎 喔 大家都吃 對 我覺得台灣人太可憐了 我們最近都是關心食品衛生的問題 對 食品安全的問題 現在我們發現 你買對的食品 結果 用錯了包裝容器 你還是在把毒物全部吃下去 我覺得台灣人 你說薪水這麼久都不漲 已經是很苦了 吃的食物裡面有毒是更苦 然後連裝食物的東西也有毒 不是讓我們苦不堪言 苦上加苦 結果發達到洗腎的機器 現場三位 早已用了多年獨餐劇的藝人們 今天就要來和大家分享 他們使用的頻率 到底有多驚人 而今天邀請的兩位專家 即將告訴你 毒餐劇究竟有多可怕 很多男女都要掉以內 今天男女都要加班 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 然後每天幾乎都是在外面 有80%的外食 那這個80%的外食組裡面 一個禮拜不少吃五天 你看他吃下多少有毒的物質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優勢 也是一個缺點 因為我從那一地來 你會說吃毒是台灣的優勢 不是 因為台灣真的非常的方便 以前就是不要說我小時候 我大概一直到高中上大學的時候 我在內地如果想要吃個東西 要請我媽媽把它包回來 我媽一定要拿著家裡的鍋子去端 不然她就沒有容器裝給你 可是我到台灣來之後就覺得 台灣太方便 你在超商隨便買便當什麼 到處都買得到 你不用自己帶容器對不對 對 不用啊 所以其實 剛開始是覺得是方便 然後現在才覺得 王儀要來是危險的 沒錯 等一下 我們再來跟大家好好討論一下 到底我們裝食物的這些餐具 是應該要怎麼樣挑選 哪些東西是不能碰的禁忌 對 實在太多了 而且被抓到的那一家 台中的那一家 他還說 也太黑心了吧 抓到還這樣不認錯 現在台灣真的是 這些人真的叫做 沒錯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些黑心的這些東西呢 到底最近要上 我們新聞版面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呢 好 大家都不默稱 在我手上呢 就是餐盒購我們的紙杯 但是大家知道嗎 現在呢 竟然有黑心業者喔 為了成本考量 竟然用了 來擦拭我們天天夾本的餐盒 到底甲本有多恐怖 現場捷琳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那在我手上這罐呢 就是我們的甲本 那我直接把它倒在我們的 黏絮上面 然後 要趕快關起來 因為它真的是太臭了 會很臭 對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仔細看這個餐盒上面 有很可愛的圖案對不對 是 但是在我剛剛倒在上面之後 我用力的擦拭它之後 哇 等等 讓我擦拭一下 上面可愛的圖案 已經完全沒有了 而且 在我的年華上面 全部都是上面的顏色 而且我還要 最黑心的是 他擦裡面 他不是擦外面 對 這鹹哥 其實台灣人用餐盒 跟這些紙杯的量 大到全程度 大到 一年有3億6千萬個 它的整個總產值是 它在生產線裡面 它用了35個零食工 每天擦 每天擦 每天可以擦5萬個到7萬個 而且這35位 這個在擦拭的人啊 他這輩子一定打死 不敢用紙杯跟餐盒 不是我擔心他們的健康 他們已經中毒了 他們應該已經中毒了 請問一下教授 為什麼這個餐盒跟紙杯裡面 為什麼會殘留甲本 為什麼要用甲本呢 因為它上面有塗油墨 像這些餐盒上面 它都有花綠粒的油墨 然後餐盒出廠的時候 它是一個疊一個的 對 所以就會沾到 對 沾到的時候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如果不把它擦乾淨的時候 特別是裡面的部分 那個消費者一看就看到了 對 會看到的時候 當然會擔心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啊 反而嫌棄這個餐盒 可能是壞的 做壞的 對 於是它就拿容器來擦 那其實現在的容器 最常見的最強的容器 其實就是 不過不是丙銅 就是甲本 因為我們以前用的是本 叫做B.T.X 因為本太毒了 本本身是人類似癌物 而且是會產生血癌的 所以呢 後來慢慢不用啦 對 產生血癌 開始就用甲本來看 那甲本呢 實際上來講 稍微比本要安全 可是也很毒 它也是很毒 因為它本身呢 有這個血液的毒性 它還是會把 然後它也有神經的毒性 所以如果你呼吸到甲本 進去了之後 你會造成比如說 我眼睛會看不清楚 甚至 對 然後你的聽力 聽力會慢慢的損失掉 聽力會損失掉 所以它本身呢 所以他們說老人家變重聽 有可能其實不是退化 是甲本吃太多 對 不是啊 呼吸就就就就進來 不必到吃了 到吃也不得了 呼吸就就進去了 對 呼吸就就進來了 所以它有神經毒性 有血液毒性 還有肝臟的毒性 好可怕喔 它會讓你肝臟的細胞 產生破壞的這個現象 這個真的是一擊謀殺耶 是啊 而且你想想看喔 剛剛憲哥你說 我們一年產量有3億多對不對 對 3億6千萬個 你像現在平均大概 大家一個禮拜最少有個 三五天在外面 3億多喔 3億多個這種餐盒 只是那一家公司出的喔 只有那一家 所有的加起來會超過 大概50億喔 我也其實啊 這個新聞出來啊 因為像現在 你也是就是已經當媽媽 會不會覺得非常害怕 自己也吃了很多毒 會 我覺得其實很恐怖 像我最常吃的就是甜不辣 哎唷 那裡面除了有那個 有那個毒澱粉 對 整個連從裡面到外面都是毒的 對 然後那時候 最喜歡吃甜不辣 然後像我們平常錄影的時候 常常都會吃到便當 那其實我家人也有人在做便當 然後我就曾經把這個訊息 告訴了那個家人 之後那個家人就想說 他說 啊 不過大家都這樣做 不然你要我要怎樣 然後 可是其實我們在討論 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我其實我們 他也很想要 無毒的東西給人家 可是問題是廠商 就是出這樣子的餐盒給他 就是上游下來給他的貨 就是這樣 他也沒辦法自己檢驗 也是新聞出來才知道 對 所以把關單位出問題 沒錯 我覺得是最上面的那個問題 要先解決 那然後呢 其實像我最近的生活 其實自從有小孩之後 對讀這種東西 而且是最近開始全部都讀 全部都出來 感覺台灣已經變成一個 毒的王國了 好可怕 然後我就開始會去買一些 像吳教授的書啊 哎唷 超明耶 對 然後像我爸爸媽媽 他們都人手一本 然後他們裡面他有寫出 他十大的生活法則什麼的嘛 對 然後其中有一個就是他去什麼 7-11的或什麼 喝一杯咖啡 他都不透過他的塑膠那個 我曾經有試著三天 然後呢我就用了另外一家的 那個杯子裝 然後說你不要透過那個 我說我直接裝我這杯子裡面 就可以了 就有一天有一個人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這次都弄 這幾天都要自己帶杯子 我說因為我要學吳教授的生活啊 結果他跟我說 可是你的杯子也是塑膠的啊 我說 可是只有奈熱的120不是嗎 你真的學生很不認真耶 我們也有一半喔 你知道吳教授他的杯子 是特別遲的杯子 對 一定要遲的 老師有在講 你要再遲 對 我知道書裡面也有寫 對 只是說我們身上沒有遲的杯子嘛 那就是覺得說那個杯 所以你本身現在是吳教授的粉絲就對了 是是是 真的 吳教授剛剛繞英文 你有覺得他很帥嗎 會覺得有點困難啊 不過啊其實講到這個吃紙餐盒 吃汗的機會更多 因為每天在拍戲的話 一天都多少了 天天四餐 譬如早餐 中餐 晚餐 校園 全部都是紙餐盒 包括那個紙 所以當你沒拍戲的時候 你的生活裡面也會充斥著紙杯跟餐盒 不會不會 我盡量沒有 真的 我是真的盡量沒有 你看不出來是這種人 我其實我很窄 我就是 我很居家 我不能說窄 我很喜歡在家裡吃飯的感覺 我不會去 我都會用磁盤 然後 你是用磁盤的人 對啊 用磁盤啊 然後還有一般的盤子 我都是用白色的盤子 你在家裡用磁盤 可是我比較少在家裡吃飯 只要一工作 沒有 因為只要一工作 你看早餐 剛剛那個紙杯 可是你不會因為很忙碌工作 想說難得放假一定要出去吃 那個譬如說我要趕到什麼地方去 我來不及吃飯的時候 我可能會跑到速食店 有沒有那個車道 對 然後就遇到 就會遇到杯子跟 就難免了對不對 而且還很鮮豔 我現在很懶就是 連在家裡頭開火 他都懶得洗杯碗 就直接 有人家裡是用 真的 我曾經到一個人家家裡去做客 因為他就是悲玩很多嘛 他說 對不起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那個沒有人幫忙洗碗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紙餐盒就出來了 你知道在外面 已經每天都在吃紙便當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想我們是無知的大眾啊 所以在新聞沒出來之前 人家拿出來我沒說 好好好 不要麻煩 對 很方便 不用請這樣 對 所以像雨泥江裡 也會有這些東西嗎 不會啊 我們很勤勞 我們都用吃的盤 但你 但外面總是用不了了吧 我跟妳講 我每天 妳比較愛吃外食 哪有 因為我們樓下 所有的餐廳 只要我去 她都說 金妹妹也常來這裡吃 我才要講 我每天都在樓下遇到你耶 真的嗎 是啊 其實我比較 她多用到就是早餐 因為我通常午餐和晚餐 我都在家吃 要不然就帶 隨便吃一點什麼 那我的確是去的 比妳多一點 就早餐 因為早餐妳一定喝奶茶 或吃 有的時候我買回家 她就一定會用紙盒 對 那我後來是考量 沒有想到她有毒 我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我只是覺得 我每天用那麼多紙 太不環保了 像我自己喝咖啡 我都會自己帶咖啡杯 那冬天我會帶 帶遲的喝熱的 那現在夏天喝冰的 我就會用他們專門的冰的杯子 那我老公我也會跟他說 妳去錄影妳就帶個杯子 妳要喝咖啡妳就去用杯子裝 可是他帶兩天之後 他就說好麻煩我不要 因為常常會忘記 有時候杯子這邊就留一個 那邊就留一個 然後要找助理 不好意思妳可以幫我 放那個電視台拿我的杯子嗎 我老公就有這個優點 而且重點是 就是有人都自己帶杯子 還帶個塑膠的 而且我跟你講 我老公的優點就是 他自己帶一個杯子 他先麻煩 可是如果我們全家出去玩 他就幫我們背毛巾 背水壺 背什麼他都 對小孩子 真的是好老公 對 不過我們知道 那個甲本到底有多可怕 嘉莉妮那邊有一個案例 是甲本中毒會上命喔 甲本我們平常每一天在吃 可能都沒有感受到 對 那曾經有一個就是做 防鏽噴漆的一個工作 他們在寒館裡面 那今天寒館要背氧氣筒 他就沒有看到那個氧氣筒 已經沒有氧氣了 然後就進去 之後就開始噴啊 因為那個所謂噴漆防鏽的 那些東西裡頭 其實還有很大量的甲本 就噴噴噴到一半 他全身癱軟就昏到了 其實在公安上面 是比較常看到所謂甲本中毒 那有一個還蠻有趣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書法家 他有30年歷史的書法家 他每天沒寫書法 有一次幫大家 特別在除夕的時候 幫大家寫春蓮 後來那春蓮 因為在寫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的顏色 不然寫書法都不會更加本 他因為在寫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顏色 比如說要把它調得更雲和一點 會加一點甲本 然後加一點甲本 一點甲本 一點甲本 這樣加加加 結果後來寫春蓮 幫民眾寫嘛 那可能大家圍著他 他圍著他又長時間 才寫到一半 他昏倒了 哇 對 還不會春蓮變晚蓮了吧 哈哈哈哈 沒有 他也被救了 就是急性的可能還馬上急救的回來 那慢性中毒可能就像 我們剛剛吳教授提到 你可能就是什麼癌症啊 肝腎造成一些負擔 變成肝腎病變啦 很多女生也會碰到啊 女生在塗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 然後你如果用指甲油 用去光水的時候 去光水裡面也有很多甲本 對啊 就是真的 本銅嘛 所以最好到陽台 不然的話你在塗的時候 一定要電風散除 對 只要通通量好就沒有問題 就你要不要呼吸進來嘛 你不可能去喝指甲油 那你都是呼吸進來 所以你在塗指甲油的時候 如果一定要塗的時候 我是希望不要塗 但是一定要塗的時候 不塗不行的時候 不塗會生病的時候 哈哈哈哈 後面放個電風上 我還覺得指甲油味道滿香的 沒有 因為有些指甲油裡面 會加一些香料 就像它的去光水 現在都會用什麼水蜜桃口味 什麼口味 你會覺得 可是還是有一個那個刺鼻的味道 其實剛剛志祥講 那個它是有道理 因為我剛剛講的 韓本的化合物 這BTX這類化合物 我們都叫它是 芳香族的化合物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是濃度不是這麼高的時候 它本來就有淡淡的香味在裡面 不是說很刺鼻的 對 不是那種刺鼻 你說很刺鼻的時候 那是量很大 我們叫它是芳香族的化合物 是 其實除了甲本以外 很多的一些餐盒裡面 還有一些有毒的物質 我們現在請教授來幫我們 檢測給大家看看 好 其實這個在家裡都可以做很簡單 真的 一個像這樣一個餐盒 除了上面會塗了一些油墨之外 另外它這個本身 這個上下 上下都會有一些塗膜 這些塗膜有的是塑膠的膠膜 比如說是PE的膠膜 有些人會用上蠟的方式 在貼塑膠膠膜 你想要膠膜這麼薄 那又可以把它貼到這樣 貼得很緊 所以這個紙跟膠膜之間 還有一層東西在 對 黏貼的 對 有些蠟就是石化蠟 那石化蠟它本身呢 有傷害我們生肌性的情況 那也會造成我們肝臟的這個問題 大家再看看 所有的餐盒 它都是白色的 對 所以它這個紙呢 本身呢也要經過所謂 漂白 喔 它不是原來的顏色 不是啊 紙一般來講是從木頭做的 木頭是沒有白色的 黃黃的 所以它這個漂白 通常會加一些 硫化物 跟加一些含綠的這個東西 更重要的 現在更令人擔心了 我最近在呼籲了 你想想看啊 它這個腳膠 它是要沾黏的 看到沒有 它是要黏起來的 對 而且黏黏的很強 對 黏的這個膠呢 是最近我們很擔心的 因為有些黏的這個膠 它會用所謂我們叫 丙吸酸質的這東西 那會怎樣 丙吸酸質呢 有甲質 乙質 丙質等等之類的 這麼多 這些丙吸酸質 基本上都是很多的東西 特別是丙吸酸 如果是乙質的時候 它是致癌物 致癌物 致癌物 所以貼膠的地方 你就要很擔心 它是不是用的是 丙吸酸質 這些東西 好 那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 就說兩個不好的 它還稍微少一點點不好 可是 但是也不值得讚揚它 當然 它是有那個陰光水 那是預熱才會有毒素嗎 還是它連涼的東西都會 你如果說有 這個便當都會有湯湯水水 對 只要有液體的東西 滲出去 再滲出來 都會用 好 完全無解 如果是一個好的餐盒的時候 它應該在底下 它應該給你刻 我就是 XX 什麼都沒有 沒有 如果說這個餐盒像這樣 大家特別看到 如果不鏽鋼 它是 對 這個通常來講 它上面還有 這個更糟糕 這個更糟糕 這個更糟糕